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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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就是因为现在千普的房价已经很贵了 那说实在话现在千普的房子还能不能买? 其实还是可以买 只是说现在的价格真的很贵 除非是自住 你说投资还是陆续有投资客 尤其现在网路上都传开了 就是现在千普主要的购买人群就是三北 就是台北、新北、祖北 三北的人都进军千普来进购买 为什么? 因为现在祖北的房价 其实它有些人基本价祖北要到70万 甚至有些人已经炒到80万左右 就等于说在祖北它的房价价格是非常贵的 那反观以祖北跟千普来讲 千普的房价还是比祖北来讲还要便宜的 就是低很多 应该讲说祖北的房价已经非常贵 已经很接近双北了 那但是千普的房价 你对比来讲 像千普在区内还是可以买到40万的 那你看祖北 其实便宜都是要60万左右 平约60几万 所以对祖北的人来讲 他觉得其实买的千普 它的状态建设 以及它的城市规划 说真的也是很棒的 所以他们都会就是 因为千普这边 它有这样的一个重大建设 就是它整个区域的规划都很棒 所以它吸引了很多 应该讲说 对这些 对于山北的人来讲 他们来千普买房 其实他们更看重的就是 它未来的城市发展 还有它的潜力 以及它的居住环境 等于说 不管是投资资产 我自助其实都蛮不错的 是这样 那也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千普的房子很贵 所以大家预算有限的 他们就会跑到 距离千普较近的 以大圆科学区来讲 就是开车大圆也是要在 15分钟到18分钟 但是因为要去大圆科学区很方便 是因为你在千普这边 你直接上国道二号 直接可以直接直达大圆大圆市区 那从大圆市区 再到大圆科圆区 其实都很近 就是开车大圆 就是你知道一下加入道 就是到大圆科圆区 其实只要 应该说七八分钟的车诊 只要不塞车的话 其实很近 因为从千普再到大圆市区 其实如果真的顺利的话 都是在15-16分钟 其实就能到 比千普也有加入道 所以他的房价呢 像现在目前 Mix Mix自己有去大圆科圆区去看 有拍过影片 以及有去那边现场去勘察 就发现现在大圆科圆区 他的房价量房 平数大一点 大约是在28-9平左右 尤其是他的价格都要来到一千万到一千一 就是说 至少平均要在三十万 就等于说 你可以用比较少的价格 也能够买在 就是千普这边 如果觉得价格太贵 预算有限 那你选一样的钱 你来买科圆区 其实他的价格就会省很多钱 所以科圆区 大家看好的是说 因为大圆科圆区 它未来的发展 因为它是属于航空城的计划当中 以前是航空城的计划 但现在没有了 所以现在就是 大圆科圆区 应该讲说它的价格 就介于清浦跟草他之间 那目前大圆科圆区的价格 就是购买这些社区大楼部分的价格 其实都平均掉到八九百万到一千万 等于说就是价格都至少在九百一千 应该讲平均在九百一千左右 所以它价格也算贵了 但是以目前也跟金浦来对比 它又便宜很多 那最便宜的当然就是草他 因为草他这边 它的价格很低 就是像之前三百多万 就能玩到两房 因为第一 现在目前房价高居不下 以及现在建筑成本 还有通膨的原因 所以现在目前房价都是越来越高 目前这是无法去改变的 目前新闻说的 目前这些工资 就是目前这些建商 这些人工成本 建筑成本 其实它的成本都大大增加 所以目前大圆科圆区 有些人分享说 他在十年前或是在三四五年前 它错过了轻浦起肥 它现在 其实现在轻浦的整体建设来讲 已经趋近于六点五层到七层 以Max自己的观看来讲 其实轻浦目前的整个发展 目前仅有的空地 其实它开发面积已经超过五层以上 应该是超过六层 超过六层以上的开发了 所以其实它现在未来还会再增长 但是它的空地其实 应该讲说它目前可盖的土地 还是说还没有 就是说已经建商买的地还没盖的 就是在很多 应该说空地很少 那反而现在 因为建商影响 建商它目前在一个区当中 它盖好这个房子之后 应该讲说 建商他们多少计划 就像台湾有很多重化区 就是盖好之后 这地方一旦饱活 他们就必须要到 需要到下一个重化区 重新去发展 那以按照目前这三个区来讲 其实大家可以看中的是 大圆科圆区 因为大圆科圆区 它的腹地比较大 那加上大圆科圆区 它里面 应该讲说它整个区内 它有 就是有 有皮躺 它至少有两个到三个皮躺 我确认一下 对目前在大圆科圆园区 区内至少 目前有三个皮躺 所以呢 在大圆科圆区来讲 其实它 目前在区内 其实它有很好的生态环境 因为有皮躺 后来也有绿化 所以 以整体的环境来讲 其实是不错的 只是说 目前大圆科圆区 它的区内 目前 应该讲说是 十几年前的新普遥 就是区内 真正目前 除了正在新建的大楼 新建的一些建案以外 其实区内 整体来讲 都是空地比较多 那如果说 你真的要买东西 或吃东西 其实你只能到大关路 要到大圆市区去进行购买 应该讲说 区内整个发展是 整个发展的发展程度 是很慢到不行的 就是说 你每次来看 其实这区内 除非是你要临近大马路 就是在 大关路 应该讲说所有的商业 因为便利超商都是集中在大关路上 那也在大关路以内 整个圆区内 其实你要买东西都很不方便 那 但是以MAX的看法来讲 就是大远客运区 大远客运区 大远客运区 其实他一直以来 MAX都以为 大远的客运区里面 会有一个客运转运站 意思说 他会有一个很大的站 可以提升所有人交通上的便利 那事实上 大远客运区里面的规划 大远客运区里的规划 是没有客运的 是没有所谓的 像那个 经过转运站一样 是没有的 所以 只是他的名字叫客运圆区 但事实上它里面是没有 大型的客运转运的功能 是没有的 所以你在大远客运区 你要出行 你就只能选择骑摩托车 或者开车 或者是说搭大众交通工具 那目前以大众交通工具来讲 其实那边的大众交通工具 就只能搭公车 或者是坐行车 目前他距离大远 大远集结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未来是说会开通 就是会在 增设一些 就是交通道路 能够让你很方便的 尤其是要花到五到十分钟之内 可以直达大远 大远集结站 就是集结大远站 但是这只是在规划 那以现行来讲 就是出行还是只能 没有像 没有像在青浦 你可以直接搭集结搭高铁 就是他的 便利性就还没有这么高 所以那再来就是大远坑圆区 因为他腹地很大 但是因为他的 整体过来讲 他靠近这一个 喜爱登酒店 他前面这边是属一个 很多 算是物流 物流中心 就是他有很多 公司或工厂 建厂房在 靠近在喜爱登这边 所以他这个大远坑圆区里面 他这个区域 其实他 更 以Max的看法 他比较 没那么纯粹 就是说 他一样有商业 那有 而且这商业不是我们 一般认知的就是 百货公司 或者是一个 或是一个 或是一个 中心不是 他的商业是属于 所以工业区的 我们就把它归一下 工业区的这些 大公司的 仓库物流的部分 所以他 在区内 其实都会有一些 大型的 货车 进行运输 所以 以交通跟安全性来讲 以Max的感觉 就 没有非常的 没有非常的棒 对 但是 因为他主要是 集中在喜爱登这一块 在喜爱登的另外一边 其实他就很 就比较纯粹 就是属于住宅的 住宅的一个规划 那目前 以 以目前Max去看过之后 就会 目前会觉得 大圆坑圆区 他的主要道路 有几个 路也很宽 但是主要 他 其他不是主要道路的部分 他的路会比较小 比较窄 就是说 你从Max之前 所拍摄的这一个 大圆坑圆区 就是 就是 拍过之后 你会发现 里面这些 不是盖大楼的 就是属于那一种 透天的 透天部分 你如果起早的时候经过 或者说你前面经过 你会发现他路就 非常非常小 就是你两台车 要去汇车都很不方便 就等于说 他的规划 他的路的规划 其实是很棒 就是他整个区域的路 空地跟路之间 是都仅然有序 但是 有些路真的小到 你会觉得 不像重画区 就是 以青浦来讲 有很多路 不是主要道路 就是他的 路的宽度 其实都还算宽 但是 以青浦的规划 有时候Max也觉得 路还不够宽广 但是呢 很抱歉 你如果是在大圆坑 那绝他路 很小 真的很小 真的很小 有空你们自己看 过去看就是 就是 很多那种 透天的 透天跟透天 旁边空地 真的路好小 真的 应该想说 很密集 应该想说就很密集 所以这部分 就没有很喜欢 但是如果说 你是盖那种 就是 盖社区道 那一种 建案 那他附近的路 就会大一点 就应该想说 他有可能 他当初的规划 就是会有 透天 透天 属于那种 低楼层的 的建案 所以他的路 就规划比较小 那至于那一种 属于大型的这种 大楼部分 有可能 他的规划就是 他 在他的四座的 马路的宽度 会大一点 这东西都要去 现场去试看 那在大远科典区里面 他也会有所谓的公园 就是 其实大远科典区 他以后 以后 以后他 一旦所有的建商 或者是 建商入住之后 如果他有大力开发来讲 其实这整个区域来讲 也是很易居的 当然 你以整体来讲 他当然比不了 像清佛这边 但是他 以目前的规划当中 他在他现有的这些 呃 绿地来讲 他们会有 计划要建设所谓的 呃 公民运动中心 等于说 他这边也会有一些 基本的一些 公共建设 对 所以 应该想说 走 比较 应该想说 他当初的规划是 他要让 要 要让这些 应该想说 他想要产业 就是 呃 工业区 工业区的物流 这些公司 这产业 哦 的配套 就是他要有住宅 后来要有学区 后来要有一个 呃 住宅区 就是说 他属于是一个 一个身体规划 应该这么讲 那是在清朴 就比较纯粹 清朴就是只有 单纯的商业 商业跟住宅 那当然客源区就是 他主要就是会有 哦 属于比较偏 工业类的 哦 大型的 物流中心 那当然就是 哦 学区 住宅 那 以目前 等于说 现在入供买 大远客源区 债格虽然比清朴便宜 但是你 要能够接受 就是在 就是每天 上班下班 回到家之后 就是哦 附近就比较没有这么的繁华 那吃东西跟哦 假日出行 你就只能选择去逼的地方 除非说 如果喜欢带家里就没关系 如果是你想要出去玩的话 其实你还是只能往市区跑 因为附近最近的就是大远 大远市区 对 在大远 大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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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的发展会比较好 因为它临近大员 临近官员工业区 而且它本身区内有些公司 所以以就业来讲 其实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再来就是 现在目前这个 这个大员科员区 它里面都 应该想到出现了 那区内都已经有学区 就是从幼稚园一直到 国小到国中 其实都是 都能念书 就是说暂时的念书部分 还不是很潮行 那唯一缺点就是说 它的道路比较密集 后来区域的规划很大 再来 区内还有就是它的绿化 跟它的 有皮躺 所以它有一些自然生态 在整体来讲 居住来讲 舒适度是不错的 只是说现在它的生活经济 还不到位 所以再重新说一遍 大员科员区的几个优点 是以Mate的感觉就是 第一 它的 区内的发展 也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现在 现在的价格 跟未来成熟之后的价格 当然不一样 所以现在是属于 草创阶段 那在区内有很好的 绿化跟皮躺 有自然生态 所以在那边居住起来 也不用担心说 没有地方去没有地方散步 那再来就是区内 它也会规划一些 所谓的 就是像公民中心一些大型的一些 公社 入住 对 所以 还是可以提升整个 整个居住的品质 再来就是说 它临近工业区 以及区内都会有一些公司 有物的中心 就是 就位部分 其实它也很方便 就是以 就位来讲 也是一个利多 还有就是它 就是以 距离大员市区的商圈 还有去草榻 的商圈都很近 对 再来就是它有交通的便利 交通便利就是 主要是阳碍于 开车 就是往 国道二号 它要北上 或者是要去到 桃园的每个地方都很方便 那它又临近机场 还有就是它 目前在区内都已经有学校 有学区 所以 在念书部分 其实也不用太操心 那缺点有什么 缺点就是 现在它 因为等于说是一片环伍 你如果要吃东西 要吃东西 要去 想要买东西的话 或看医生 其实 它的 远区内 没有东西 你 你一定要仰赖大员市区 还有就是 简单的 基本的像 便利超商 或是吃东西 你都还是必须要 要跑到大管路 就是要到大瓦路 就斜能在 这一条路上 才有 对 所以 你单纯居住来讲就是 住都没问题 但是就在生活上 你有可能就会比较 要费点心 对 如果说 各位还有什么 希望Mess可以分享部分 那Mess还会 继续 继续制作 制作影片 后来 针对每个 每个粉丝所提出的问题 会进行 分享 那如果 如果 你们误我 如果 以Mess的角度 会不会想要在 大员客人区 自产 以Mess个人的看法 如果说现在 手上有很多资金 那其实 以Mess的看法 Mess也会想要在 大员客人区自产 但是我的 我的自产的方式 我有可能 不会是买房 我可能会偏向去买空地 对 我会买空地 会买一块地在那边 因为 呃 以后 你有地的话 你不管是要开公司 还是要盖房子 都很方便 而且在 大员客人区里面 其实它整个 整个环境来讲 其实 Mess还是喜欢住头天 因为觉得 头天你自己回家 你开车 就直接停在楼下 一楼车库很方便 那自己的地 如果买大一点来讲 你又可以 会有自己的庭院 所以感觉会好一点 就是 以大员客人区来讲 买地 会是Max的首选 对 那其次就是买透天 再来 才是买大楼 你目前的看法是这样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